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楓 今天我們來跟各位介紹一些不一樣的 跟我們生活周遭環境相關的設備 那今天我們主要來主題是我們的口罩 各位有沒有看到我們每次呢 我們在介紹我們口罩的時候 我們其實都已經有置入我們公司的LOGO 那今天我們就來教各位如何 將我們的LOGO或是文字 就是要燙印到我們的口罩上面 首先呢我們要先準備好我們一台平燙機 那口罩呢基本上它面積不大 我們只需要準備我們小型的平燙機 以及我們DTF膠片 對以及我們DTF膠片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來教各位如何 來燙印我們的口罩 好那我們製作我們口罩呢 我們首先呢第一步要先來我們DTF印表機 來輸出我們的膠片 我們繼續選擇好我們的圖檔 然後來做輸出 那輸出完成後呢 我們再到我們的DTF膠片上面做上粉的動作 好那我們已經輸出我們DTF膠片了 那我們就來上我們DTF膠粉 那我們就這樣上去抖一抖 已經上粉抖一抖 這樣每個部位都上到 上到之後呢 這樣抖一抖 這樣子我們再到烤箱去做烘烤喔 好那我們抖完粉的膠片呢 我們就放進我們的烤箱做烘烤 放進烤箱做烘烤 因為我們要讓我們的膠片形成結晶 好就放進烤箱做烘烤喔 好那我們剛才呢已經印完我們的膠片 那首先呢我們先將膠片剪好 剪好我們要的圖 那準備好口罩 那我們在平烤機上呢 我們用小指數我們會墊一個硅膠墊 為什麼要墊硅膠墊呢 我們必須將我們口罩要燙的地方撐起來 對撐起來之後呢 我們擺上去之後 將膠片剪好擺上去 我們要燙眼地櫃子 那設定好溫度 我們現在設定溫度大概115度 然後口罩呢直接壓下去 燙大概3秒左右 對大概3秒喔3秒完完成 然後它基本上就燙印上去囉 那我們現在不能馬上死 我們要等它冷卻再撕除 那我再燙其他的圖給各位看 好那我再燙一個這個黃色的 那我們正常我們來燙左上角 一樣 一樣 一樣3秒 那我們再來燙一個不一樣的口罩 有沒有各位看到 我們現在呢最流行的 有沒有我們的韓式的魚口罩 魚口罩 一樣魚口罩我們擺上去 那我們來燙全島移民台灣加油 我們拿反 全島移民台灣加油 來 一樣 3秒 好 我們剛才燙那麼多了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等冷卻將我們的膠片撕除喔 好 這些都冷卻了喔 有沒有 將膠片撕除 有沒有我們的魚口罩就完成 有沒有 它就將LOGO啊燙印上去 自己的口罩自己做 然後再一個 那非常好吃 那這個有一段畫的 各位有沒有看到 不想成為什麼特別的人 只想成為特別愛你的人 然後 這是我們的好好說話LOGO 非常好吃 有沒有 非常的細 獨一無二的口罩 好 這樣就撕除完成 好 那各位有沒有對我們口罩 燙印的過程有沒有更了解呢 我們現在連最流行的魚口罩 也可以用熱轉印的方式喔 想要了解做口罩的過程 趕快跟我們做聯絡喔 想要了解做口罩的過程 謝謝 謝謝 謝謝